大家好,我是母婴护理协会的刘博士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 富美生子如何选择越少 如今随着中国开放二胎 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富美生子 那么来美国生孩子 除了给孩子一本美国护照之外 还有什么是妈妈们最关心的呢 那就是做个好月子 请个好月嫂 首先我们研究一下月嫂的定义 什么是月嫂 从我们母婴护理协会的标准来看 我们认为月嫂是一个帮手 是一个老师 为什么说月嫂是一个帮手呢 他要帮你去做月子餐 照顾孩子 为什么说是老师呢 因为月嫂一个月以后 他就要离开的 他不能替你当妈妈 所以作为妈妈来讲 要把月嫂当成老师一样 甚至我们洛杉矶有很多妈妈 都是跟月嫂叫老师的 就是方方面面都要向老师学习 好 那么我们现在看一下 就是有哪两类月嫂 有一类月嫂呢 是专门照看宝宝的 因为这样的妈妈会就比较对月子餐很注重 他们会想要让厨师做月子餐 那么厨师来讲 就是洛杉矶这里有专门的月子餐公司 有厨师做 或者是大型的高档的月子中心 他们也有专门的厨师做月子餐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他想找的月嫂 就是专门要护理孩子 一对一照看宝宝的 那这样的月嫂 你怎么样去面试他 看他合不合格呢 那我们先谈一下照看宝宝的月嫂 他的标准是什么呢 第一 我们要看他的一定是心地善良的 一定能够让我们信任 然后他的性格不要太强势 因为妈妈产后容易有一定程度的产后忧郁 如果说妈妈的性格和月嫂的性格不合 没有办法信任月嫂的话 那这个孩子就没有办法带嘛 然后月子也做得很难过 所以就是第一要看他的心地善良 如果你在中国的话 你就用微信视频 这都是我们通常来美国之前 妈妈经常做的就是微信视频面试 一定看感觉 相信你的直觉 第二 就是看他有一些硬体的条件 比如说他的年龄不能太大 如果他有六十几岁七十来岁 他就再怎么体力好 他也干不动 月嫂这个活还是蛮辛苦的 所以就是有一定的体力 再一个你要看他的客观状况 比如说他有没有健康症 一定要不能有任何的传染病 比如说乙肝啊什么的 那我们协会认证的月嫂 都有给月嫂发健康症的 那么还有就是 这个月嫂要有一定的专业的训练 包括CPR训练 CPR是什么呢 是美国红十字协会和美国心脏协会 颁发的心脏急救证书 这样因为在美国的法律来讲 虽然没有月嫂少这个行业 但是有育婴师这样的行业 就是说如果在你的家里 给多个宝宝去照看的话 那美国法律规定是一定要有 心肺复苏的这种执照的 那么这种训练是一天八个小时 就可以拿到 它能够帮你在 如果婴儿出现紧急情况的话 它知道怎么为孩子做人工呼吸 这就像保险一样 我们当然希望不会发生 但是一定要有保险才好 最后一点就是说 要看这个月嫂 有没有专业的训练 比如说护理宝宝 经过专业训练的月嫂 它一方面它给你一些证件 但是证件有的时候 它不一定是证明了 它真的拿过多少培训 比如说我们 其实洛杉矶这边 有的中介公司 培训三天就变成了月嫂 那这样的月嫂 它只会怎么样给孩子打包 只会怎么样给孩子混尿布 基本的给他喂奶瓶 但是真的遇到问题的时候 它就真的是守足无措了 比如说这样的月嫂 你在面试的时候怎么能把辨别出来呢 第一你可以问他 新生儿黄胆怎么办 第二如果新生儿是男孩 切了包皮怎么护理 第三新生儿的期待怎么护理 第四新生儿如果咽奶吐奶 不吃奶怎么办 还有就是如果等等很多问题了 如果您需要更多的详细的系统的 也可以在我们网站上拿到更多的信息 那我就不用具体太多的细节 那么我们先再讲下一步 就是说如果还有另外一种月嫂 就是既管妈妈也管宝宝的 那除了上面这些问题之外 那如果要照顾妈妈的月嫂 你怎么去考核它 那一个就是说 她会做什么样的月子餐 那在洛杉矶这里呢 很多妈妈都倾向于台式月子餐 那你可以问她 你的台式月子餐是用什么料理的 比如说是米酒水啊 是怎么样的米酒水 然后麻油鸡这些 那还有就是喜欢广式的和大陆的月子餐 其实月子餐呢是大同小异的 最主要的是因人而异 那个阶段性进步 比如说生化糖 人人都觉得 好像为了保健 都想喝生化糖 但是有些妈妈虚不受补 她产后气血特别虚弱 那就是射不住血 她就很容易多出血的 这种如果喝生化糖喝多了 我们就见过一个产后的妈妈 到我们这里来 就是说产生了崩漏的状况 为什么呢 她喝生化糖喝到第六天的时候 突然产生崩漏 那血流的不止 那我们这里呢 就给她用中药的配方 把它治疗崩漏 那是说首先 她的月嫂就是没有经验 就是说她吃生化糖两天三天的时候 已经没有什么瘀血了 已经就是基本上止住了 不再留的时候 就不要再继续喝生化糖 而且她这个妈妈呢 有一定的上火的状况 就是说 因为生化糖是比较温热的 所以如果妈妈有上火 也不能急于给她喝 那么喝多了造成负责用 本来想做个好月子 那么现在大出血崩漏 那就更好 更难治了 所以就是 找一个好月嫂呢 就是一定要帮助妈妈 观察妈妈的状况 生化糖就不能多喝 其实按照美国现在的状况来讲 因为在医院的时候 也有帮着止血 那个医院的时候 也有帮着就是按摩肚子 把她排出瘀血 那个妈妈 一个好的月嫂呢 最好是也能够帮妈妈 做一些腹部的按摩 能够帮着排瘀血 那么如果是说 瘀血已经排净了 千万要停止生化糖 那么在接下来的进步 也是有度的 比如说有的妈妈 一天吃三只麻油鸡 那最后吃的就是口舌生疮 就是上火了 那还有的妈妈呢 每天吃六个猪蹄 就是炖猪蹄汤 那最后的话 那个身上面 蚀麻疹 皮肤病 烧痒 都到我们这里来 我们就跟她讲 这个一定要停掉 你有越少 也要告诉越少 一定把这些停掉 就是说你 吹奶汤也好 都是要循序渐进 而不能一下子 就是过犹不及 走到反面去了 所以越少的角色是 帮助妈妈 能够把握这个度 月子餐呢 是分小补 中补和大补 但是如果妈妈身体 特别虚弱 可能在月子里面 就没有办法大补 那要等月子过后 身体恢复到一定程度 才能够大补 所以这个都是要 靠经验的 最后呢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说 我们洛杉矶这里呢 我们是见过 有真正的 可以堪称是 金牌月少的 那我 从我的观察来讲 我觉得 金牌月少的水平 那就像是 练功夫 那真的是 多少年磨练出来的 比如说 这个月少 他在孩子睡觉的时候 他躺下床上 他就可以 睡着了 那孩子那边 有一点点动静 这样的月少 马上就站起来 马上就去知道 这个怎么样 去为孩子服务 孩子是饿了 还是说 只是需要安抚 那一个好的 这个金牌月少 他是怎么样去 帮助宝宝 就是帮他睡觉的呢 他不会就是这样抱着 抱着他睡 这个抱睡 每个人都会 但是问题是 最后月少走了 那这个妈妈 或者是爷爷奶奶 这个抱着 那最后肩膀痛 肩膀痛 腰痛 就是 哪里都痛 那是为什么 这个抱孩子 这个一件事 那就给妈妈和爷爷奶奶 造成这么大的身体伤害 所以就是说 一个好的月少 要养成好的习惯 那么小孩子呢 是 你养成什么习惯 是什么习惯 特别是产后的 第一周 那个月少是采用 婴儿扶促的办法 能够让他安眠入睡 就是说 拽住他的两个小手 然后再拍他的屁股 这样 然后再给他 亲生的给他唱歌 这样就是给他养成习惯 在床上睡觉 而不是总在抱在怀里睡觉 所以就是 这些都是经验 都是一个好的月少 应该懂得的 那么 其实在洛杉矶这里 要找到很好的月少 其实要花很多的功夫的 要多面试一些 如果你怀孕了 你想要来美国生孩子 要第一时间找月少 再一个 我们母婴副理协会呢 是一个非盈利的机构 我们培训的越少 都是有越少症 健康症的 而且是免费为大家介绍的 希望能够帮到更多的人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